他就打心眼里面 他不想给你开这个店 那你就自己开咯 但是之前的话 他还有一件事情做的 我觉得挺自私的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一起开的嘛 后来第一笔转出去的时候 那个店 他就把自己的资金 全部都给毁掉了 我是当时跟朋友拿了一些钱 然后我就把剩下转回来的钱 我就还给朋友了 其实手里面没剩下多少钱了 但是他很自私的 就直接把自己的钱都给挥奔了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像合伙人 不像谈恋爱啊 我是恋爱 但是他合伙做生意嘛 他说我来支持他 我来支持他一下 但是我觉得他 不适合做这一块 所以就觉得不想支持他 想找 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干这个东西 你们俩当时相爱的基础 是他给你开 他答应给你开一个蛋糕店 而相爱的是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相爱呢 是当时我们确定了关系嘛 然后来想他 直接就过来深圳这边 要一起嘛 等于过去 过去你不 你在哪生活呢 我在深圳 让他来深圳嘛 不对啊 过去你在深圳 你在武汉是吗 对啊 然后你们俩异地恋谈着是吗 10年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15年我们才在一起 对 在一起是在深圳还是在武汉啊 在深圳 从15年到现在不也两年了吗 对啊 那个店是哪年开的呀 今年 然后你就一直在深圳对吗 对 就是当时其实是我父母是不让我到深圳这边来 当时我是也是找了个借口才到深圳来 你去深圳几年呀姑娘 两年了 当时你去深圳你父母是不同意你去的 是吧 然后你就是为了他去的 我理解的对吗 然后你们这个店其实才开了 这么算起来才开了 到现在倒推的话八个月左右嘛 对吧 那那些时间 之前就是在别的店里面实习这样嘛 哦 你在深圳等于是在别的店里实习 然后你们两个共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店给筹备开起来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这店倒了 你们俩感情要崩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不是要他说什么开店啊什么的那些 我其实就是希望他在我旁边给我一点鼓励 一些跟我的心走在一起的说的那些话 而不是每天在我旁边说你不适合做这个 你不要干这个 好 除了工作之外他对你好吗 之前挺好的 什么时候不好 就之后吵架转让之后就一直 也就是说店黄了 你们俩感情我听着好像就基本黄了是吧 因为他老是在我旁边说一些我不中听的话 很反对你的话 就一天一天的就感觉 那你再去其他店做个西点师挣钱呗 挣了钱自己开呗 我有想过 但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想回湖北了呀 为啥 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在湖北那边坐 因为他才到这边来 所以就感觉好像是 之前的事情都是一个骗局 所以女生觉得我被骗了是吗 对 是因为你答应我们要一起开店 所以我才来的 对吧 店开起来了 你又以种种理由把这个店关了 你说要换一个店给我开店 但是现在迟迟不见动静 是这么个逻辑吗 对 但是你要想想 要开第二家店 对于他来说是理想化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这些事情必须要站在有经济基础上面来做 而且考虑现实的那些地段啊什么东西 开一家店需要多少钱 对 三十多万 你没有 目前拿不出那么多 现在你回武汉了 对 那两位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考虑过 但是只要你是支持我的一种态度吧 但是他恰恰是相反的 就是每天都是泼冷水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已经在理想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了 是吧 你要离开他是吧 你要离开他是吧